9月13號 這個大陸的國家發改委 國家人員局財政部 等等十五個部委聯合印發了 就是擴大生物燃料 在乙醇的生產 還有推廣在車用上的一些方案 那指的就是未來新的一個標準 就是伊石的乙 伊石的乙醇汽油 指百分之十的乙醇 配發百分之九十的一個汽油 變成酒精汽油 其實臺灣也有 可是事實上在臺灣的酒精汽油 大家比較不太敢加 不太敢用 因為很多說雜質多 影響引擎的噴嘴等等很多 所以大家不太敢加酒精汽油 可是大陸開始啟動酒精汽油的一個 規模跟未來發展的需求規劃 那目前要求是到2020年 觀眾朋友 現在是2017年 現在2017年 年底了 剩下2018 2019 2013年 剩下三年的時間 延改也就是三年的時間 準備達到利用量1000萬噸 那觀眾朋友 現在大陸的燃料的乙醇 大概年產量200萬噸出頭 也就是未來三年的之內 要增加 增量要高達4倍 也就是今年的5倍之多 那這個指標一旦下去之後 開始推廣之後 觀眾朋友當然說 那乙醇 燃料乙醇的產能要增加4倍 就是從200萬噸翻到1000萬噸 第二個 這個燃料乙醇通常來講 在美國玉米的經驗 就是用甘蔗 用玉米來做一個提煉的動作 也就是1000萬噸的一個生殖燃料來源 背後可能是需要消耗掉3000萬噸的糧食 那就妙了 因為大陸每年對於 這個糧食的指標要求非常嚴格 認為糧食的供需是一個國家安全 而且擺到最高守衛要觀察的目標 因為橫觀 我們看中國5000人歷史 一個是土地 一個就是糧食的問題 所以怎麼會忽然出現那麼大的轉變 大陸要把糧食拿來燒掉 變成一種燃料 變成加到汽車裡的汽油嗎 這不是一些很怪異的事情 尤其我們自己還提到 2030年 2035年 大陸要全面推行汽車的燃料 改用電動車或新能源 所以這個發展出來 到底背後的涵義 可能政治跟環境的壓力 比人員的選擇 選項更重要 好 觀眾朋友 我們就往下來做一個觀察 第一個 先看股票 因為大家第一次看股票 因為酒精 乙醇跟什麼關係 我們看到包括海南椰島 做藥酒 做玉米澱粉的漲停板 中糧 生化 玉米 乙醇 檸檬酸業務的漲停板 新化股份 全球最重要手套的 這個梅製乙醇的漲停板 包括大陸最大的 這個牧鼠的生產廠商漲停板 本來今天節目 我請我們的共同團隊 準備了相關東西 就大家知道乙醇怎麼做的 有從玉米 黃豆做出來的 有從牧鼠做出來的 有從維生 纖維素做出來的 本來我們今天前面會有一個畫面 結果我們的小編跟世光報告 牧鼠買不到 買不到 那今天我們就沒有道具 我們也替東森省了不少道具錢 本來本來給官媒了解 什麼叫做一代 什麼叫1.5代 什麼叫二代 本來有做這個準備的 可是我們現在市場反應是非常激烈 因為短期的目標下了一個daylight 而且目標太大 所以使得現在大家想說 那這1000萬對乙醇要怎麼生出來呢 我們就往下先觀察 第一個想到了原料 我們先不觀察的是原料 其實大陸這幾年面對就是 連續幾年國家的儲備的一個計畫 使得玉米出現爆倉的發展 按照目前整個大陸玉米的一個存量 第一個是過去十年的三倍 第二個大陸的玉米 可以供大陸的一般消費量 可以使用將近一年半之多 所以代表玉米的存量太大 而這種東西我們知道會壞掉 擺一年還可以吃 擺兩年人就不能吃 擺兩年就要打成玉米粉 給家禽家醋當飼料 擺兩年之後玉米會發酵 豬也不能吃了 就只能做玉米澱粉 就進行化學加工的條件 到了第三第四年 連玉米澱粉也不能做了 觀眾朋友這個玉米不斷的變質下去 連玉米澱粉都不知道 就只能擺在這邊等它爛掉 所以市場大陸囤積了非常多的玉米 過去幾年的國家搜除這個政策 使得從華北東北的農戶買了一堆玉米 而這個玉米就堆在倉庫裡面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現在第一個解讀就是存量的概念 我們常常在節目講增量跟存量 所以第一個就一把火把燒了 那燒太量費 把它全部做成酒精汽油 就做成乙醇的生殖燃料 這感覺是一個很好的消化的過程 假如它們全部變成汽油 中國每年可以省很多原油進口的外匯 所以把它給做成汽油感覺不錯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這是一個存量概念 那假如這存量經過三年四年消化完之後 那就沒有存量了 那是不是汽車要跟我們人 跟家禽加醋 當然人也算加醋的一種 因為醋生醋生 每天被我老婆罵醋生 所以我也是加醋一種 那我們這種加醋是不是要跟汽車 來搶玉米吃呢 那就是個增量概念 一個那麼大的政策廠房蓋好 三年四年可以靠存量 可是三四年之後 那這個增量哪裡來 那大陸地就那麼多 從哪裡種玉米 所以我要請教你們看著做觀察 因為這個政策轉彎非常大 等於我要請教院老師 因為過去大陸每年的一號文件 我們先看這個東西 那觀眾朋友瞭解 每年的一號文件 每年的一號文件 在哪邊 在這邊 觀眾朋友這是我2004年看點 每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第一份文件 都是跟農業有關 包括2004年增加收入 包括一號維架 提高農業種子生產力 2006年有關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路肝意見 2007年有關於現代農業 實施怎麼推展的發展 2008年農業基礎建設加強 觀眾朋友反正每年大陸的國務院 第一個文件一定跟農業有關 照顧農民穩定農業的供給 是國家的安全的重中之重 現在一個新的政策 把這些通燒了 窮變能源 這是一個以前想像不到的事情 甚至世光以前認為 中國不會發展生殖能源 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口太多 吃都不夠了 餵豬都不夠了 還能來做能源 這是一個很怪異的事情 您有關卡 事實上不管是糧食或者是能源 都是中國大陸的算是核心的政策 這個部分都需要保障 那當然昨天這個 這一發文就是發改委 跟這個能源局等十五個部門 聯合發出來的 就是加強以存的生產 那以目前來講 中國大陸 因為它目前的產量大概是260萬噸 然後規劃到2020年 這個產量必須要達到400萬噸 事實上還是不夠 如果說以這個目前中國大陸的汽油需求量 是1萬1938萬噸來看的話 因為衣食是加10%的這個乙醇 對 那加百分之乙醇的話 理論上你用這個量除以10的話 大概要1198萬噸 那你目前的產量260萬噸 這基本上有一個非常大的缺口 那當你說加這個升值能源 就是說這些乙醇的汽油 這一般我們在加的時候 要看一下你的引擎蓋 如果說這個僅可以加這個無鉗汽油的話 那可以加這種汽油 但是如果說我們引擎蓋上面 這個汽油蓋上面寫說 只能加這個優質的無鉗汽油 那就不能加這種 所以我們如果再加這個 酒精汽油 酒精汽油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那它基本上對於能量的消耗 大概因為它的能量 不會像汽油那麼強 就能量沒有像汽油這樣 大概少3% 不過價格也少很多 所以原則上來講就是說 我可以節省這個成本 而且排污染也比較少 排污也比較少 它大概減少20%到50%的 20%到30%的這些有顆粒PM2.5 另外也少大概2到5%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CO2等等 所以基本上它有環保的好處 但是能量少也對我們來講影響不大 大概有這些好處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對於它的汽車政策 他說2025年之後 他在討論一件事情 2025年2030年 新能源汽車 對 他說要停止生產跟銷售 汽油車跟柴油車 對 他沒有說是什麼車 它是新能源車 對 那新能源到底是什麼能源 這個我沒有講清楚 是 就是說它並沒有特別 不是說沒有講清楚 它提供很多選項 對 那未來是哪些東西便宜 哪些東西CP值高 對 那我來用那個就可以了 而且中國的市場夠大 我可以同時容許不同的 比如說我升值汽油也可以 我離電池的電動車也可以 對 其實中國規模我都可以 燃料電池也可以 對 那以這個最近來看 這個估價狂飆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估價已經有點下彎了 那估漲那麼多 基本上對中國來講 我不需要那麼高的價格 對來講就是價格很高 我們不要講中國 我們只要講韓國 韓國這SK創新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鯉菇 這個鯉的三元電池 它基本上是鯉菇跟鯉 它比重原來是6比2比2 對 但是因為菇長太多了 那怎麼辦 我就加重這個鯉的比重 是 用比較便宜的比重 那把菇的比重下降 對 所以SK創新最近 它說它已經實現了 高鯉三元電池 把鯉的比重拉高 對 它本來是6比2比2 變成8比1比1 是 所以如果說一個 一個產品的價格狂飆的話 基本上大家會想辦法 避開這個產品 對中國來講 我是提供不同的選項 因為菇的價格 大概是鯉的大概60倍 鯉大概是鯉的價格 大概12倍 所以鯉的比重拉高的話 大概會 把成本大物的壓低 那我們提到這個 其實汽車的動力 當然不只是鯉電池 鯉電池是其中一種 那應該是說電池 就是說這個電池 有非常多種 那我們剛剛提到 像這個鯉電池 這個鯉鯉電池等等 它是一種化學電池 是 那另外也有物理的電池 但這個地方要生產比較難 像這個飛輪電池 超級電容電池等等 還在發展 對 那另外還有包括生物的電池 其實乙醇應該是比較類似 生物的這種 對 那未來可能像這個柳丁 柳丁把它插個兩個電 可能就可以讓電動車開了 葉路易斯發電 其實台灣也有 之前我接觸到那個胡偉科大 台灣胡偉科大 聽著名字就相較對不對 其實胡偉科大在 葉綠樹的這個電池的發展 其實走得還蠻快的 對 所以以後有沒有帶電池 就帶一顆柳丁就好了 對 那另外像這個馬鈴薯 也可以發電 所以其實未來的選項非常多 而且生物的一個電池 它有個好處 就可以不斷的再生 它不會像這個汽油弄完就沒了 對 而且污染那麼嚴重 你把我們程度帶的源那麼高 原來大陸的搞這個生物的倚存 基本上是有可能是新能源的選項之一 當然是選項之一 未來只要能夠符合我的新能源就好了 所以新能源其實不要把它想說一定是 鋰電池 那個有點太過狹隘了 自己把它限制住 對中國大陸姐根本沒有這個限制 對 那為什麼要選擇玉米 第一個玉米的話 我們看一下這個玉米的供需 藍色的部分是供給 綠色的部分是需求 所以其實以玉米的一個這個供需來看 其實未來這幾年看起來好像都是供過於求 對 所以價格低 那你想估的 玉米好重 玉米好重 而且其實玉米來講 中國算是第三大的生產國 是 但你知道它乙醇的產量 乙醇的產量只有3% 對 第一大生產國 跟這個第二大生產國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巴西 但本身的玉米產量非常的大 對 而且它是主要出口國 所以如果說我們從1996年以來 我們來看一下 深藍色的部分是美國的玉米的生產量 對 那淺藍色的部分是巴西的生產量 對 那中間紅色這一塊就是中國的生產量 其實中國的生產量也是持續在擴大 是 不過如果說以玉米的生產量 跟對照乙醇的生產量 對 那其實我們看一下右邊這些乙醇 對 這個綠色的是美國 這個紅色的部分是巴西 對 那中國在這個地方 是 就是下面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玉米的產量 其實美國 巴西 中國是三足底力 可以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接近 對 但是它的產量 大概只有美國跟巴西加起來的二十分之一而已 是 所以其實以這個產量來講 其實少非常多 那對中國來講 剛剛世光所提到的 中國大陸對於糧食是有安全係數的問題 對 那 不過它儲存的這個玉米 說實在的 玉米目前已經來到二點六億噸 是 這個二點六億噸 大概是糧食總庫存的一半 對 那二點六億噸全部都是玉米 是 那玉米 剛剛世光已經提到 過了一年兩年就只能餵豬 過了三年以後可能連 只能做玉米澱粉 對 兩年以後可能做玉米澱粉 可以拿來做乙醇的汽油 對 那另外的部分 過三年以後可能什麼都不能用 做肥料 所以它這個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 它可能維持這麼高的庫存 但是你還是有新的東西進來 你舊的也要慢慢鈣換掉 是 那這鈣換掉把它丟掉燒掉太可惜 是 我拿來做乙醇的這個汽油的發電 不是很好嗎 對 又節省我的成本 另外我減少了污染 是 那這個是目前來看的這個庫存的狀況 另外以生產狀況來看 就是從2008年到2015年來看 其實它的產量 大概是從這個1.66億噸 增加到2.25億噸 對 其實中國大陸的玉米產量是在增加的 是 那大概增加35% 那種植的面積也在增加 從4.48億亩 增加到5.72億噸 大概也增加27% 中國的農地是保證18億亩 所以中國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土地 都在種玉米 對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產量跟儲存量是夠的 所以它並不是說把原來 我原來儲存的2.6億噸 把它全部燒掉 不是這個意思 它有些舊的就慢慢鈣換掉 新的進來 它可以維持一個動態的糧食安全存量 而且那個品質是要保障的 你不能存一堆然後不能用 那也不可能 所以今天這個消息之後 我們看一下跟中國大陸 比如說燃料電池比較有關 這個叫做長城電工 今天開始大漲 另外還有部分是包括這個 氫能源電池叫 這個彭清化鈉生產的一家公司 叫華昌化工 其實今天也是大漲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它不是離電池 但是一樣是新能源的一個產品 那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方向 就是我提供 未來我就是要避開 這個汽油跟柴油的一些重污染 我要發展新的能源 新的能源有非常多的選項 未來到時候看市場怎麼做調整 誰的成本低誰的效益高 配合我國家的政策 我一起來做就可以了 其實台灣的燃料電池 我們之前有提到 其實真的跟燃料電池 會有點差邊的就是中心電 今天中心電 我現在說不然不記得 我至少在盤中看到的時候 是漲了3 4% 所以事實上 像台北股市最近那麼弱 中心電好像創波段新高 事實上這些產業這樣變化 所以觀眾不要只看離電池 新能源選項 連馬斯克都講 離電池只是一個過度的產品 所以後面的想像空間 其實非常多 可是我們拉高程度來請教 院老師做觀察 當然這講話不是說 葉菌米只是比較低程度 沒辦法 沒辦法 院老師是老師 教授 看到老師我們就要馬上 力證要做好 我們看玉米 這個乙醇 每一噸的乙醇 需要3.12噸的玉米來生產 所以按照剛剛其實 菌米給的數字 1198萬噸 就10%的燃料乙醇的需求 光是玉米一年就要 需要4000萬噸 光是有4000萬噸 你今天去菜市場 你買玉米 兩根才一斤 4000萬噸 是幾千斤 幾千根 幾萬根 幾億根 這問題來就是 一個是庫存太多 我把存料消耗掉 另外一個 這碰到了中國一個 農業核心的基礎 難道19大之後 中國的農業政策會大改變嗎 中國過去非常避免燃料 乙醇或升值燃料這個議題 因為它會對於整個糧食的供需 產生一個巨大的變數 因為我們知道 它變成汽油之後 它是一個剛性需求 一旦我們用習慣之後 它變成一個剛性需求 可是我們知道農產品的供給 要看老天人吃飯 它是一個彈性生產 那你把需求搞得越來越剛性 可是你把你的生產彈性又不能做決定 那什麼意思 國家風險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 從一號文件來看 大家在想什麼 這個政策的轉變 還是我們的思維有點落後跟保守 跟不上新中國 您的觀察 這個剛剛大家講得很清楚 就是在介於把玉米當成一個成本 或是污染的考量點 坦白講 如果說是從一個整體的觀點來看 還是稍微顯得有點狹隘 我把這個事情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你做任何有關於命令的一個判斷 你要了解到它為什麼這麼急 2020年就要換成有加上10%的酒精汽油 以大陸上這麼每一年快速成長 上千萬輛汽車的速度來看的話 你會發覺說整個中國當中 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跟這個政策是有必然的關係 我覺得基本上是有三個方面的了 第一個的話 我覺得你任何對於大陸的情況的判斷 一定要是有實際上做過調查的 我1989年第一次回我老家山東去探親的時候 發覺所有的農民都在種玉米 男人女人都在拉車 車上面載的都是玉米 那時候感覺到他們很辛苦 大陸的玉米基本上甜度沒那麼高 說實在話 有時候玉米就我了解 北方是把玉米磨成變玉米麵 它是變成麵粉 做窩頭 所以事實上大陸的玉米 說實在很多是磨成粉 做成麵條 我們麵條是小麥做 很多是玉米麵 所以他們的甜度沒那麼高 其實麵那麼好吃 這次觀念已經回答了我第一點了 首先第一點 那個人民的名義當中講的人民 原來一號文件講的是農民 以農立國 古建商農 這觀念完全不見了 現在大家都要苗條要瘦 任何澱粉多的東西都不敢吃 像你太胖也不行 我太胖更不行 為什麼為了形象瘦的感覺精幹 等等等等 觀念在大陸普遍上來講 也都這個樣子 所以說這個觀念上的轉變 第二點非常重要一點 因為大陸上現在講到目前為止 大家對於政府的批判當中 沒有一條被接受 只有一條 大家覺得污染真的蠻嚴重的 對 今天同時有個報導 就是說在這種污染的環境下 每一個人少活3.5年 對 那還得了 3.5年 像我現在少活3.5年 少賺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說在他想法上 觀念就覺得說 這個不得了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人有辦法的人化 少一天都損失很大 這唯物論 對 因為大陸本身就是一個 實事求是的唯物論社會 大家聽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 因為你活在那邊 你就必須吸那邊的氣 對不對 你必須吸那個氣 你就必然少了這幾年 少了這幾年的話 這個問題比什麼都重要 管你什麼 既然沒人吃了 都拿來做成酒精 我看上的統計說 網路說平均一個愛情 大概就8個月 3.5年可以交4個女朋友 那不得了 對 少了3.5年就少了 我再交兩個女朋友 我都覺得值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種觀念下的話 目前環境的改變 反而成了首要的條件 基於這個緣故 所以大家上下 趁著這個機會 全力鞏固中心的時候 中央的力量強 一下子的話 馬上推動 這種事情在全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都做不到 是 因為你要換引擎 你要換這個換那個 一大堆全民要大配合 等於是一場新的汽車大革命 是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 另外第三點 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說 大陸現在它自己 不但是能源國際化 糧食也國際化 當中你所有的缺的一個部分 我記得大家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討論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大陸主動把大慶 跟勝利油田關了 對 實際上的話 唯一的理由就是說 我的能源進口靠國外的市場 根本對我的安全不構成威脅 是 糧食情況也是一樣 大陸現在在這個扮演 就是說國際的政治當中 講求的是權力均衡 權力均衡創造出來的是一個 我曾經說過超級穩定的系統 在這個超級穩定的系統當中 誰最先看明白 誰就把國家最不利的部分去除掉 對國家最有利的部分 在這個最穩定的系統維持下來 這一件事情做了 比如說巴西地大物博 它產生的玉米多 好 你繼續生產玉米下去 對不對 但是你一個國家 美國生產玉米很多 沒關係 我現在改搞第三方支付 剩下的每一個人都搞主播去了 都是打賞去了 剩下的話 你全部生產玉米去 兩者之間相形見處 所以大陸這個策略 等於在整個全世界的網路當中 它有它的制高點 所謂的制高點 就是它有發命令的地方 我變成你一個重要的糧食進口國 我本身的話 將來不一定要超級301 就是普通301的話 我不進口你玉米了 我換吃別的國的玉米 那這樣子的情況來講 反而增加它自己的國力 所以說從國內 從人民的轉變 還有從世界的局勢來講 三隱正式 金玉老師把這個題目拉寬 我要請外民各做觀察 因為我們本來設想 還有一個方向 就是因為我們都喜歡用現在 就是主觀的現在 預測客觀的未來 我在念書的時候 有上一張生涯規劃 那時候叫必選 你知道嗎 常常開這種學校要賺錢 不是必修 也不是選修 叫做必選 明明就是必修課 它就叫必選修 就不選不行叫必選 只要相信你念書 碰過這種削分 那這必選分叫什麼 叫做生涯規劃與人生 好了 你得罪了一個學生叫楊世光 必修就必修 選修就選修 你必選分 我就來挑戰 我就第一個問老師 老師我們現在都主觀的現在 我現在就活在攝影棚當中 我現在的朋友是運老師 我的長輩是運老師 我知識來源是冰萬民 這是主觀的現在 我怎麼去預測客觀的未來 我跟運老師 跟萬民一個討論 十年後金錢報怎麼做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十年後可能他在我掛了 你知道嗎 主持人死掉了你知道嗎 楊世光蛤屁了 你知道嗎 我跟我們最重要的幾個來賓 討論十年報 金錢報怎麼做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人生就這樣 你不能用主觀的現在 去預估一個客觀的未來 所以我們常常落入一個 邏輯的迷思 就是運老師的價值 來幫我們做一些教育 那講這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是他轉眼把乘糧拿來做 可是事實上我們再往下 到了後面2020-2025 這個規劃當中有說 將來非主要糧食 要拿來做生殖燃料 我們更觀察的是 農產廢棄物跟零產廢棄物 我要講萬民隔月 中國現在到十月份 第一個十九大 第二 華北的高壓又來了 霧霾又跑不掉了 每一次河北的環保局長最辛苦 為什麼 習大大不爽 為什麼我出去又找不到我上班的路了 霧霾太嚴重了 他說不是工廠都關了嗎 怎麼還那麼大霧霾 報告習大大 因為農民冬天太冷了 太冷了就中央取暖 公共供暖 可是公共供暖要收費 農民不捨得花要存錢 讓小孩子出國念書 那怎麼辦 他們都把那些節梗拿來取暖 問題來了 很多的農民 這個農收之後 玉米拔掉之後 不會剩一堆東西嗎 曬乾之後 變冬天取暖的燃料 這問題一直解決不了 所以萬民哥現在想到的問題 就是大陸有市場機制 我用一個升值燃料的標準 把你們手上這東西 通通買進來 讓你有個價格因素 把這個東西賣給這些廠商 可能比燒掉更有經濟利益 我們有很多方式 您可以觀察 根據大陸的發展經驗 它往往要在技術上 或者突破以後 可能大力去發展某一種產業 或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或者說是錯誤的移轉 大陸的乙醇 或者說這個叫做生物燃料 它大概有分三個階段 就早期 大概2000年以後 主要就是像大家剛剛講的 塵化糧 就是庫存塵化糧 但是這會影響到這個 和老百姓搶糧食吃的這個問題 這個不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第二件事情 他後來就想到 透過這個轉基因的方式 開發出某一種作物 專門是用來做 專門做這個 然後自己本身土地不夠 反正巴西阿根廷很大 我到那邊去包地來種這個東西 比如說大陸發展出來的田糕糧 它的這個生產的 乙醇的單位產量 是美國巴西玉米的三倍 但是後來發覺這也不對 因為畢竟這個生產基地在這麼遠 你還要把那個生物運回來 這個也不見得環保 第三個就是最近慢慢有突破的 就是所謂第二代的生物燃料 對 纖維素 對 用纖維素 其實美國本來就是用新聞術做乙醇 其實美國是這樣子 因為它的農業形態 對不對 是大面積的 所以它去做乙醇的時候 是混在一起 反正一整片對不對 玉米田收下來對不對 對 不管是廢棄物 或者說那個玉米粒 結梗還是玉米 無所謂 反正無所謂就對了 在大陸不能這樣子搞 對不對 它有統計 但是不要忘記 中國大陸還是全世界 最大的糧食生產國 是 相對來講 它的所謂農林廢棄物 也是全球最大的 就像稻谷 有用 對 所以說實在很多像我們稻米粒 那個廢棄的稻草就燒掉了 所以估計 大陸每一年官司農業的廢棄物 對 就是高達這個7億噸 對 我們如果說把這個 再加上其他所謂的 廣義的所謂農林廢棄物 或者說生物廢棄物 那個量更大 就像西瓜 我們都吃西瓜肉 西瓜皮就是廢棄物 大家記得不記得去年大陸做了一個很大的併購 這個 中國化學 併購了 對 先政打 先政打現在擁有全世界 最先進最進步的這個生物燃料的 轉化煤技術 對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所以現在知道原因了 知道原因了 最近我看到一個報道 就是說黑龍江 現在開始試著對不對 建立這個所謂的小型的這個 航空燃油這個生物燃料的製造廠 對 他估計一個縣只要擺一座 大概這個縣一個 大概1萬5千噸級的 這個所謂航空這個生物燃料的這個 生產基地的 整個縣的這個截梗 截桿通通都可以使用利用到 對 這個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廢棄物利用 第二個 過去農民的廢棄物利用方式 是把截桿拿去燒掉 燒飯 煮菜 煮水 取暖 然後就造成農村大量的這個 霧霾跟污染 對 所以現在對不對 有了更好的方式 第一個 技術上突破了 可以用纖維 用截桿 第二個就是可以生產高價值的這個 生物燃料 以前是給汽車用 現在可以給航空 飛機用 飛機用油這個價格 絕對比汽車貴很多 另外一點 我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乙醇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什麼 生物燃料的東西不是什麼新玩意兒 這個19世紀末 德國的尼古拉斯奧托 就是內燃機師傅 他當初生產這個 不是 發明這個內燃機的時候 本來就是用乙醇做燃料 但是沒想到有一個叫做 洛克菲勒的傢伙對不對 大量開採出石油以後 油價跌得比乙醇便宜很多了 所以內燃機 現在就感覺是燒汽油 你現在回到中國大陸這個問題 在技術上 在產品上 在關鍵的原物料轉化煤上面 獲得突破以後對不對 他在利用這個所謂生物 或者說農林廢棄物 製造這個所謂生物燃料 在這個熱化學轉換的技術上 對不對 已經取於領先的地位了 所以他當然可以 這個時候推出這個政策 可能又為將來 這個所謂的生物燃料 制定一個全世界的規格 或者說遊戲規則 所以這個時候 就在剛好是四個 剛好是 正好是時候